这个黑针盖塔真的是太帅了 CCS的黑针盖塔它来了 它的包装规格与上一款针盖塔极为相似 非常厚实的纸箱配上黑针盖塔的线稿 转到背面则是黑针盖塔的英文和日文名 翻开盒盖 里面的规格跟针盖塔相同 有一张黑针盖塔的卡纸 卡纸的背面更是秀的飞起 一张手绘漫画风格的黑针盖塔 真的是帅极了 泡沫箱有两条魔术贴进行固定 分为上下两层 将所有内容物取出就是眼前这个阵兆 我已事先将黑针盖塔的全副武装都安排好了 剩下的武器配件也是挺丰富 黑针盖塔的主体大部分以黑色为主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眼黑 但是当你细品之后你会发现 它身上也是做出了很多细小的分色 采用枪铁色将层次区分了出来 而且全身的装甲表面与针盖塔相同 都做出了很多细节刻线 并形成了高低落差来强调这些结构 造型风格我还是挺喜欢的 尤其是黑针盖塔的标志性武器 会与小臂侧方的刀刃拳刺格斗爪 再次强调了黑针盖塔的近战格斗能力 经典的黑绿配色表现得格外舒服 尤其是这一次的透明件 不仅通透且颜色也好看 此外属于黑针盖塔的专属围巾 此次也是得到了恶魔化的诠释 残破不堪的样式显得它身经百战 血红色的内衬是在强调黑针盖塔的危险气息 围巾飘逸的造型非常灵动 且黑色外立面的涂装表现极具质感 围巾的整体材质为PVC软胶 后方巨大的飘逸造型件带有独立可动 可做垂直和水平的旋转 固定前方围巾的是一个球形关节 也具备着多项可动 如需将围巾取下 得先把脑袋拔下 围巾通过胸口上方的卡榫连接 与肩部两侧的武器弹射装置进行结合 形成三角形的固定方正 能够很稳固的固定在胸部上方 产品中还附带了完整样式的胸部上方装甲 如果你不想搭载围巾的话 就可以将它进行替换 这样一来胸部上方就没有凹槽了 造型也会显得更加完整些 随后我们再将脑袋装毁 直地提的是 黑针盖塔的头雕是进行了全新制作 属于完全新规的零件 特别是在瞳孔位置有所放大 使得其看起来也会更凶一点 位于背包后方带有三种选择 目前看到的是带有翅膀的背包 可替换成翅膀收纳形态的背包 另外一种是一片装甲 直接将后背的孔洞进行填补 这样一来可以让它连背包都没有 三种选择适合不同的玩家 黑针盖塔的围巾最高处 全高约37厘米 抱头顶高度约25.5厘米 重量约1126克 这个超过两斤的玩意儿 还是挺坠手的 可动部分 头部能够进行左右的大范围旋转 侧摆的时候需要注意 头脚与两侧的肩甲 抬头和低头都有着很不错的角度表现 同时整根脖子也能为头部 带来可动上的增强 胸甲为磁吸结构 内部为发光灯组 点亮胸部的同时 头灯也会被点亮 腰部的左右旋转以及侧摆 都集成在了腰胯结合处 弯腰为两段关节 在弯腰至最极限的状态下 胸灯可能会被误触 在背部也会呈现出简单的机械脊椎 在抬胸的过程中能够发现 位于腰腹部中央的装甲 会形成联动 可惜在此处 黑针盖塔并没有配备 盖塔射线的腹部替换件 躯干连接手臂为一个大型球形关节 能够进行四项可动 且手感表现异常的紧实 手臂能够进行360度的垂直旋转 手臂的平台关节位于肩甲的下方 能够做出接近90度的表现 在平台的过程中 肩部的侧方装甲会进行位移联动 大臂具有水平旋转关节 侧方的刀刃全刺格斗状 是让我最喜欢的一个装置 里面带有弹簧机构 按动上方的灰色分件 下方的全刺会弹出 手动将全刺收纳起来 外侧的刀刃也会有联动反应 这玩意儿我真的是玩了好久 另外右手的玩法也相同 只是刀刃的尺寸会有所收敛 这一对格斗爪是可以取下来的 不喜欢格斗爪的玩家 也可以替换成尺寸比较保守的 三连装必刃 只是这个尺寸放在黑针盖塔身上 真的是有点撑不起来 应该还是大部分玩家会选择格斗爪吧 位于小B的内侧也带有发光装置 取掉磁吸外甲 按动里面的灰色分件 绿光就呈现出来了 按理说手背甲也会捣光 只是这里真的是不太明显 手肘的弯曲角度十分不错 目前看到的是五指超可动手 另外产品中还会附带五对半的替换手型 斜着握持针盖塔镰刀和斧头的手型 正常握持针盖塔镰刀斧头的手型 握持黑针盖塔斧头的手型 斜握针盖塔斧头和镰刀的手型 扣动扳机或者斜着握斧头的手型 还单独给了一个 针盖塔握持黑针盖塔武器的手型 侧裙甲后方为球形关节所连接 可以为整条腿的可动做出避让 按动后方中央的分件 裙甲的灯光就被点亮了 此处的灯光在把玩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误触到 整条腿的前踢能够超过90度 后踢也有着不错的角度表现 碍于造型的缘故 侧踢没法达到90度 但也是够用的 大腿带有平转关节 外侧装甲为磁吸覆盖 能够看到里面的发光灯组 开关则位于大腿的内侧 按动分件 灯光就点亮了 磁住的开关在活动腿部的时候 也极其容易误触 在屈膝的过程中 小腿后方的装甲会产生位移联动 从而提升屈膝的角度表现 小腿前方的装甲也有磁吸装固定 这个吸力是挺紧的 举下后能够发现里面的发光灯组 按动开关 灯光也就被点亮了 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也挺明显的 连接整只脚的是一个大型的金属关节 可以为整只脚带来左右旋转 前后踢 侧向接地 直侧向接地是基于 金属关节的一根轴 所以它是做整体的旋转 就与我们正常所玩到的 SHF奥特曼那种类似 前脚掌也分为两段活动关节 脚底的喷口细节也要得到呈现 介绍是带有翅膀的背包 连接翅膀的材质为金属连接臂 机械臂带有三段可动 位于根部的轴关节 齐紧无比 中段关节活动起来 就舒服上很多了 靠近翅膀的关节 可做垂直旋转 翅膀根部也能够进行旋转 顺时来看一下这两片翅膀 一股子吸血蝙蝠的感觉 而且这里面的涂装阴影质感相当的强 那整体为PVD材质 在边缘位置也是有一定韧性的 虽说两片翅膀的尺寸 没有达到像漫画中的那么夸张 但我觉得也是够用 把玩了一圈下来 黑蒸盖塔的可动 几乎与蒸盖塔相同 大部分的战斗POS可以轻松一对 绿色的灯光效果还算不错 只是在个别位置会看出点状的光源 当然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 还得是屏幕前的各位来说的算 反正在肉眼的观察下 它的整体灯光还是OK的 就是耗电量是真的大 武器配件方面 先来看一下黑蒸盖塔的两把斧头 位于斧刃和后方的尖刺部位 都是磁吸结构 所以意味着它们就能进行混搭 比如互换一下 一把双头斧就诞生了 另一把则会变成一个狼牙棒锤子 位于底部的尖刺结构可以取下 用于连接 将两把斧头连接在一起的锁链 而且固定起来非常的紧实 不会发生松脱的情况 这两把斧头还带有一个展开玩法 这样一来就能变成一个流星锤 这把是盖塔加特林机枪 位于顶端带有触发玩法 按动这里的分键 枪头会自动伸出 然后手动将枪头复原 又是个挺有意思的小机关 前方的匕首可以取下 不仅握把位置可以与上方的滑槽连接 其中还带有磁吸进一步强化固定的稳定性 中段位置的弹架也可以取下 同时上方也有磁吸固定 想要与手型连接 需要将握把前方的护手打开 这样一来就可以捏住武器了 枪身后方的装置 可以向外拉伸一段活动空间 可以看出这把加特林机枪玩法还是挺丰富的 接着是这一把长距离破坏步枪 枪身表面的机械细节非常多 在后方带有液压装置 可以模拟出上膛的感觉 枪管部分的上端做出了镂空结构 对于内部的造型件都有得到细致的刻画 枪身中段类似弹夹的装置是可以取下的 里面藏有一把左轮 左轮上的转轮是可以进行旋转 对于这处小细节值得点赞 产品中提供了额外的三联装电池组 如果你完没电了可以立即更换 最后就是CCS祖传的地台 高光黑配合上烫金的文字很显逼格 金属装也给了两份的一长一短 具体的玩法就不多做赘述了 位于地台底部藏有四个与主体连接的连接器 主体与地台连接还得换上这一个裆部替换件 OK那么总的玩了一圈下来 我觉得眼前的这一款来自CCS出品的铁波系列 可以睁开塔的整体表现又达到我的预期 从一开始看到这家伙的官图 我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 其霸气十足的外观真的不输今年我所摸过的所有合金成品 造型动感的围巾 绿色的发光卫点 具有攻击性的格斗爪都是它的加分项 在尺寸和做工上也是国内合金成品的一线水准 虽然可动与上一款的真盖塔几乎一样 但完全新规的头雕也能够看出厂家的诚意 武器配件方面的玩法还挺丰富 可惜少了一个腹部的盖塔光线替换件 而且配备了一些拿真盖塔的武器手型 让没有真盖塔的玩家们多少有点尴尬 要是还能多一把镰刀的话 相信它的表现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神天玩具组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对这一款CCS出品的 黑真盖塔的表现感觉如何呢 欢迎在大幕后评论区别人讨论 想要了解更多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你的长安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